來看後來已經漸漸出發 何必登入道書館 中心回合伊翁的開館時間以外 很多中學課程 也都先來回合上課了 離合在一起時 所來中的就是 沿山創作DIY的路面課程 現場是請來專業的老師 短短短短 做回來當鬧也當笑 所改這幾個月 因為風越所來三星的有主情書 後來已經漸漸出發 何必登入道書館 除了回合早上開館時間以外 也留下開班一系列的地式課程 遷就離合上課的路線製作DIY的路人班 在時尖對高齡者所識的 要讓他們可以當腦筋 和握法 手 和眼睛 協調力的課程 就是你做那些東西跟這間大 就是腳踏車 旅線的課程 它是針對我們中高年紀的大朋友們 可以來訓練他手部的靈巧 跟他的腦部的活動 它其實是非常簡單 那會給我們的中老年人有一個成就感 然後有一個覺得可以發揮自己能力的地方 對 大小到小到大 你從這裡太多 待會兒看 哈哈 還好順 哈哈哈哈 所以這水要帶著 給我倒訂 對 對 白水這樣就知道了 因為風雨規定 所以每段課的領事都有很多 希望讓大家在安全的環境之下來學習 因為疫情趨緩呢 我們河美圖書館也已經開始開辦 相關的課程以及進行書展的展示 那在上課的前後呢 我們都會落實防疫措施 請民眾可以安心道館借閱圖書 以及參與課程 那目前呢 我們9月18號以及9月25號 規劃的課程還有名額 歡迎民眾踴躍道館報名 除了開辦課程 原創繪本大解密的全國巡迴書店 也等待何必定立的書館店出 有欣賞鄉親 也能來驚驚看看 大家下視頻以後有何必採訪報的